先前曾经创下年营业额20亿的家机的知名网拍 东京卓伊创办人夫妻 他们撕破脸了之后 实体店面是一家接着一家收 现在跟摩托尔公司合作转战新品牌 把价格拉高两到三倍走时尚风 难道说这个低价策略是不管用了吗 另外一家也是以平价网拍名店OB严选 则是把触角延伸到实体店面 那么他们把这个实体店面 那么慢慢又跟这个新的摩托尔共同合作 而另外我们来看信义区百货公司附近 他们就开启了行动式一间扩大客群 新的网拍服饰大战是否一触即发呢 值得观察 以下青春活力跳热物一笑变身成OL风 名模穿在身上走秀型的格外亮眼 这些可不是精品服饰 而是知名网拍东京卓伊 找来摩托尔公司合作 推出新的服饰品牌 网站上的动态仪一件一件衣服 名模穿搭直接配上 看起来相当时尚 事实上东京卓伊 曾创下一年20亿营收好成绩 不过创办人夫妻撕破裂 实体店面一家一家收起来 如今转换再批新战场 东京卓伊走日式上女可爱风 新品牌锁定上班族改走质感路线 平均价位却拉高到600到1500元 比过去东京卓伊平价风格足足贵了2到3倍 难道是低价策略已经不管用了吗 我们一开始定位就是走偶尔族群 所以它品质或者是一些剪裁方式 都有大幅的提升 所以这次定位应该是在500元到1500块钱左右 确实比既有的网购的价位不一样 我们派演者首创行动试衣间 就在信义区热闹登场 锁定的就是年轻族群 走进行动试衣间 从外套到裤子上衣都能让民众试穿 再到网路下单 另外一家网拍名店欧币严选也不甘示弱 将触角延伸到实体店面 先开启行动试衣间试水温 预计明年开实体店面 你在网路上你就看不到实地 然后你就可以去电影里面看实际看起来长 因为有时候就是穿起来跟想象都不一样 欧币严选号称去年营收 创下20亿好成绩 今年预估能达25亿 明年加上实体店面开幕之后 营业额利拼30亿 让消费者能从实体行为倒回线上 扩大网购客群相辅相成 网拍品牌虚拟到实体 实体再到中高价位转型评价时尚 过去低价策略的品牌网拍服务市 市场和版图也稍稍改变 记者王宗翰 邱子英台北 采访我们的